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 孙力发长文上热搜 人到中年 一边崩溃 一边自愈 这几天 若播剧理想之城大结局了 9月2号中午 孙力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告别长文 里面的一句话说出了很多观众的心声 今后 每当我困惑失意彷徨的时候 我一定会想到他 他会给我动力 让我不再害怕 不再退缩 勇往直前 同孙力一样 很多人在苏晓的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剧中 苏晓是一名造价师 他心持认为 如果理想掺杂志出卖 那就不是追求理想 那是满足欲望 他还信奉着 造价表就是造价表 造价师的职责就是保持造价表的干净 苏晓热爱自己的工作 哪怕遭遇再多的不公 他也从未想过要放弃 他被困住了 却又重生了 正如蔡康永在情商课中写道 内心强大之道 只能依赖你自己 无论现实给予什么 只要我们拥有强大的自愈力 就拥有强大的内心 就拥有长久的职场生命力 我们坚信 没有人一生是春天 也没有人一生都是冬天 挺住 意味着一切 能扛受的人 都是自愈体质 最近 在新一期脱口秀大会寺中 林校园林花自爆20年前 曾被增益罚款500元的经历 他搞笑地说 自己因此一直记恨着增益 每上一个节目都要说一次 玩笑背后 真实地反映了 他当年工作的艰辛与不意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林花的全名叫杨卫林花 1980年出生于内蒙古 鄂尔多斯大草原 他从小能歌善舞 15岁从艺校毕业后 回到家乡 做了一名电器销售员 1997年 怀揣着音乐梦想 他孤身艺人来到深圳打拼 几经转转 林花成为金色时代歌舞厅的签约艺人 而音乐总监便是增益 负责节目统筹 组织排练等工作 当时林花还不到20岁 正是汤娃儿的年纪 因此因为看世界杯 节目开场舞演完了 他才到场 为了让他引以为戒 增益发了500块钱 而在当时 这些钱对林花来说 不是个小数目 他心疼不已 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把钱撞回来 同曾艺一样 林花也不曾接受过 任何的专业训练 就是因为热爱 两人组成酷火组合 并且一唱就是好多年 深漂的那段时间 他与曾艺几乎一年 365天都不休息 在这个地方工作的人 有几个不使劲往前跑的 管好自己 就是对别人最大的善意 一部电视剧中的台词 特别适合当时的林花 起初流行什么 他们就唱什么 学习韩文与英文歌词 学历不高的林花 常阅各种资料 用汉语与盟语进行标注 努力地记住每一句歌词 因为热爱 所以努力不断跌倒 又不断爬起 作为歌手 他做梦都想有一首 属于自己的原创歌曲 直到2003年 因被林花的嗓音所吸引 原创作词人何牧阳 找到二人 他们一拍即合 于是便有了 极具民主风的月亮之上 2004年 他们正式更名为 凤凰传奇 若无涅槃 怎能传奇 一路走来 两人用二十余年的 因缘路程告诉我们 只有对自己够狠 在无奈 挫折 甚至绝望时 能够常常自愈 才会越来越强 弱者持续性的脉惨 强者习惯性自愈 比起抱怨 拼命才是改命的良方 自愈是平凡人的超能力 在医学上 自愈力是指生物 依靠自身的内在生命力 修复肢体缺损 和摆脱疾病 以维持生命健康的能力 在现实中 判断一个人 是否具备自愈力 主要看 他是否足够自信地 面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 能否果断选择 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最近受疫情影响 表姐工作多年的媒体公司 开始裁员 策划部人人自危 有人为了自保 选择铤而走险 表姐的同事何清就是这样 他好心请表姐吃饭 求他带自己参与一家 新客户产品的策划宣传 进组后 何清越过表姐 处处在公司领导面前 表现自己 签订合同那天 他不小心弄丢了报价单 可他没有承认错误 弥补损失 反而诬陷表姐 让他背过 最终查明真相后 何清被炒了鱿鱼 后来 表姐碰到了何清 对方依旧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反而觉得大家不待见他 处处地针对他 依旧坚持认为 不努力 想获得轻松点没有错 有人说 自愈力影响一个人的职场生命力 像何清一样 工作已经七年了 仍然无法面对压力挫折 不能对错误正确归因 更不懂得反省和完善自我 是严重缺乏自愈力的表现 孙上春树曾说 所谓努力 指的是主动 而有目的的活动 如果一个人知道前进的方向 那么去哪里 都是顺风 这让我想到同学西西 当初入职时的经历 由于实习期间 她的工作表现出色 得罪了主管领导 导致整个部门 都开始不待见她 入职后 她的策划方案 每次都被领导批得体无完肤 坐在电脑前 她的负名情绪 泰山压顶一般 天天都在想要不要辞职 只是看到卡夫卡的一段文字 要冷静耐心 尽量让坏事发生好了 你不要躲避 相反 你要认真观看 她告诉自己 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是对将来人生的魔力 只要摇牙坚持 伤痛就是寻找 心态调整好之后 她屏蔽了那些负面声音 并通过努力 当上了部门经理 周围也开始和颜悦色起来 她很清醒自己 身处低谷时 时刻地保持清醒 并做出正确的判断 而成就 都是每个人 在这样默默无闻时 用无数的心血 铺就而成的 拥有自愈力的人深知 领动过后 便是阳春 知乎上曾有人提问 遇到困难 如何激发 并保持远远不断的 内在动力呢 有人总结道 他们认可自己的努力 学会自我对话 并相信爱的力量 自愈能力超强的人 总能保持这样积极正面的态度 这个夏天 密雪冰城到底有多洗脑 你爱我 我爱你 密雪冰城甜蜜蜜 简单欢快的旋律 反反复复的歌词 和它物美价更年的饮品 就这样猝不及防的风靡 大街小巷 河南暴雨期间 他们自救的同事 捐款2200万 支援灾后重建 网友们评论说 血王不容易 日前都是两块三块攒的 很多粉丝 不无调侃的戏称 密雪冰城 是平民窟女孩的救星 那也是因为他的创始人 就是一个平民窟里 出来的男生 在创业日记中 密雪冰城创始人 张洪福这样写道 这位平民窟出来的男生 就是同位创始人 张洪福的哥哥 张洪超 张洪超是河南开封人 从小跟着爷爷在商丘长大 初中毕业后 他开始做生意养家 1996年 张洪超来到郑州 特别想做销售的他 感到初中学历太低 于是 他参加了河南财经学院 自学考试 读书期间 张洪超为了凑俗学费 摆过地摊 卖过电话 卖过食品和菜 之后 他开了一家寒流报冰 后来 张洪超用奶奶给他的 四千元钱 租了一个二十平米的小店 取名 秘雪冰城 他的创业人生 就这样开始了 而2004年 是他最受打击的一年 连续两次开店 连续两次被拆迁 占地 负债累累的张洪超 简直是 欲哭无泪 第三次选址时 张洪超最先考虑 城市建设问题 果真不出所料 短短半年时间 路修通了 而秘雪冰城 也因为准确定位 受到了广大学生的喜爱 提到每款产品 张洪超的眼睛里 总闪烁着光芒 为了能够做出品牌 特色 他把食用材料 和各类配方 都研究得特别透彻 很多时候 他依旧乐于亲自上阵 反复实验 直至成功 张洪超说 自己能有今天 并不是偶然 也不是运气好 而是失败后的 一次次自愈 一次次再付出 多些努力 就像网友评论的那样 你我皆凡人 没有金手指 不可能一生顺遂 但生活 逼着我们学会了自愈 很久以前 听过一首 《蜗牛与黄铃鸟》的歌 讲述了 关于吃葡萄的故事 黄铃问蜗牛 葡萄刚发芽 离成熟海扫 你现在上来干什么 蜗牛则回答 黄铃你不要笑我 等我爬上去 它就成熟了 我们普通人 何尝不像那只蜗牛 为了得到一点甜 拼尽一个季节 都在苦苦攀爬 甚至 一边深夜痛哭 一边清晨赶路 因为我们知道 活着 就是一个人的潮盛 一直走 天就亮了 这次是个人的潮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